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日和大家講的三分鐘視頻 今日市況,我想起首歌名是《風再起市》 風就是匯豐過風,待會再講一下 今日市其實沒有方向,擲幅增持 升過100點左右,又跌過幾十點 最後全日有76點的進漲,收22664 成交601億,比昨日多一點 昨日節目預期,市場應該是個別發展 其實今日大致都是這樣 恆生分類指數,有6個分類,其中2個是升的 即是地產金融、工商、國企、中資都是回軟 個別發展,方向不明顯 甚至乎看看,同屬中資股的國企 今日其實都沒有怎樣升 不過,在內地的中資股又不一樣 又是個別發展 昨天本來是小到一般的川頭破局 不過一棍後,又好像又回了很多 整個區域都是這樣的情況 看看,南韓指導經常說 今天繼續少少回軟 升近前浪頂阻力,就不能升 回了兩三天 與此同時,日本、泰國股市都是少少回軟 但其他股市,例如台灣,又升 都是個別發展 無論港股本身和區域都是個別發展 唯獨有一類,非常明顯的 就是匯豐和本地銀行股 匯豐今天再升 今天再升1.幾% 已經升穿250天線 連上今天七年升 在匯豐帶動之下,港股今天 就得意再升 其實今天,剛才提到76點的升幅 單是匯豐62點 自己一股進漲62點 加上,東亞有6點都進漲 本地銀行股,佔了今天恒指升幅的大部分 為何今天,匯豐又再起 風再起時 原因有兩個 市場的解釋 第一個,當然離不開東亞 昨天的業績 昨天東亞業績是被市場預期為佳 昨天升小市,今天再升 帶動本地銀行業務股份 都稍為好一點 匯豐當然是其中之一 另外的原因 就是在周末的時候 上周末,外地一本權威財政雜誌的文章 唱好匯豐 就說,匯豐之前因為新興市場下跌而跌錯了 原因是,匯豐的新興市場業務不是那麼多 他洗一洗,計一計 以發展國家,developed的國家的market 有三成左右,亞洲有五成多 其他新興市場,其實只有成多 所以新興市場下跌,不應該下跌 加上匯豐持有很多短期利率的 短期的息口產品,短期債券 如果利率上升,反而對好事來說 估計匯豐有兩成的升幅 有機會聽到都幾好 可能就是這兩原因 令匯豐最近日日這樣升 日日列口,真是厲害 今期Immenie卸了 這裡是一個大島 雖然是大島,然後再升 無論匯豐七年升,帶動港股組之後 後市怎樣看?有什麼啟示? 起碼有兩個啟示 第一個是,匯豐雖然升近密集區的阻力 有機會回途,但現在市場氣氛偏好 尤其下星期公布業績 大家相信在業績前,匯豐可能都會喊過善 在市場氣氛之下,匯豐應該大跌的風險不大 最多整股 在匯豐支持之下,所以恆生指數 即使亦升入密集區 即是獲利沽盤,隨時會出現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大幅回途風險 亦不大 換句話來說,大股好有可能 今天繼續橫行發展 沒什麼大升跌 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兩類的東西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類就是,世價股 二至九線股 其實今天已經升得很厲害 升幅榜裡面,頭五隻都升超過三成 估計在大市牛皮秘武方向時 資金會繼續湧入這堆股份炒 所以這堆股份值得留意一下 另一類,當然是本地銀行股 剛才提到,下星期一出業績 業績之前,估計大家對本地銀行股 仍然有無限的憧憬 對這類股份股價,是一定支持的 大家留意 時間關係,今日分析就是大招 多謝大家